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址位于九龙荔枝角青山道88号 其实就在美孚九巴车厂对面 沿着天桥走过马路走到 走到文化馆入口处有两个水牌 水牌会很清晰地介绍 最近文化馆有什么节目 原来他们的场地还有租借服务 原来很多私人或机构 都会来租借场地搞展览推广 展览馆里面 有个叫做美之山优 原来要买门票 在左手边就有一张文化馆的平面图 再继续走过去 就会陆续见到很多水牌 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项目 適合大家参观 走到进去多数都是用一层高的红砖屋造成 这边就有个瑶中延的石像 中央位置有一个小型荷花尺 有条小楼梯写着楼上有啡饮 还有有结婚聚会 楼梯边挂了很多小型的许元牌 上到来和下层的展览馆 又有些不同 这边就有很多人拍照打卡 这边就有一间咖啡店 这边是可以带宠物进来的 如果有养狗的朋友 这边真的适合 很高充满 這一间餐厅的摆设很棒 很有住家感觉 外面有棵白色的櫻花樹 這間是另一間西餐廳 叫做月滿軒 真的以為是酒樓 星期日當然忙 眼見很多一家大小和情侶都多 我和兒子都是點了午市套餐 沙律和餐湯和麵包 分別都是用長方碟一起上 我們就點了兩份肉眼牛扒 要五成熟 都是用新鮮配菜 牛扒略為熟了一點 175元都可以接手 鴨仔加了15元 可以添加球雪糕 餐廳隔壁 就是將會舉行分離儀式的地方 不過是露天的 如果天氣曬 真是熱死 大小狗 大小狗 拍拖 拍照 這裏都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來的地方 繼續在右手邊 搭電梯上去 就是翠亞山房 沿途 其實也有很多大傘的座位 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 這裏就是要買門票的美芝山優 門票要60元一位 聲稱是打卡好去處 但我沒有進去 另外這裏就是可以租住的翠亞山房 這裏就是姚宗賢教授的展覽廳 這一款釣風扇 都不知幾多年沒見過 買放了很多關於他的書畫 相片和簡介 走到這裏 今集又差不多了 好多謝大家支持 和收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如果未訂閱的 記得幫幫手 subscribe 和按下旁邊的鐘鐘 請給我按下旁邊的鈴鐺 按下旁邊的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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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